五千 一千 五百 法系的话一百七十五加有发言权 强壮神速再加两千 师门技能一千四 化胜层数再加上五千 原始种族人族零五年到现在 经验能加上一个一万两千七 吴皇四百八买的先加两百次 飞天猪猪两百 地江五百 猪猪小侠两百 古龙五百 魅灵五百 龙宝八百买再加四百 逸增限量的 限时的 行囊四个 招勾格子十二个 再加两千 锦衣浪淘沙一千五 一博三百六 冰寒桥三百六 神器九十一吗 一百零六挺高的 没有天平 没有天平蔓延 三万减距一万五 大概能加上一个一万五 这种东西主要是天平和蔓延值钱 孩子先立即发 看属性 801 加383 加62 加315 孩子是1564 大概是一个四千块钱 好 帽子 琴三蝶 再加上一个混沌兽 8万块钱 少了一段宝石 腰带15段黑宝石的混沌兽 雪山6万 鞋子15段放牙图韬韬 再加混沌兽 5万块钱 项链的话是381 381 再减去一个8 再减去96 出零277 项链的话大概是8.5 再加7 再加1 项链的话成品的话大概是16万5 衣服的话是一个精轻加物理暴击伤害 2.56体膜 物理暴击伤害就可以滑去了 259 再加上24 厨房283 双加32 再加27 熔炼的话再减击1 283 58 不符合特技的双加 但是精轻也比较好 这衣服的话给他算上一个9万块钱 武器的话是一个神佑 660 13乘以8 再减去660 556 这把武器伤害不高 看错了 我就说伤害为啥不高呢 原来他妈是命中 13乘以8减去684 出伤580 580的话就算还可以吧 这把武器的话不太值钱 177 也就这样 耳势的话是4万加3万的星灰石 7万 7万有点下不来 7万5 戒指的话差不多21 17 15 防御兵杂暴 戒指的话3万加3万 6万 4万5 速度22的三防御 时段行为10 5万5 6级的163 483200 现在可能还稍微便利一点 任务的装备就不给你算了 概算一下 刚刚进阶层110层的9技能 他的雪山的单挑宝宝那都是自己量身定制的技能 就是这种宝宝一般买现成的就行了 老板竟然还要亲自来进阶110 这只宝宝进阶10成了没 也就是一个4000块钱 109 这只杀人立P成了吗 增锋20% 进阶10成功了 再给他一个6500 这只一致的啊 个性造型的 涂山雪的杀人立P 没有天赋技能 有立P 打成了7技能啊 这只是过万了 因为这只有造型钱 这只山恶的话大概是2万啊 宝宝装备过1000了 这俩宝装备差不多啊 也能过1500 2500啊 22500 8技能啊 完美技能 工资素质6点低 2万25差不多啊 7技能立P 1万4啊 这只是杀人的 工资太高了啊 所以说给的价格要高很多啊 成长高 素质高啊 工资特别高 吃出加号了 这套宝宝装备不太给力啊 没给你算啊 自己卖号的时候加一下 这只宝宝的话2万以内啊 1万7差不多啊 没有迟盾 宝宝装备60多 宝宝装备60多 宝宝装备68啊 这两套宝装备没给你算钱了 壁垒12技能啊 这只宝宝2万 宝宝装卖这套得算钱啊 这套的话能卖了2000 这只宝宝是刚进阶110的 6技能 6技能能卖多少钱 6技能的关照万象是2500 成品的话 估计能卖上个1万多 这只宝宝能卖多少钱 法资高 素质特别高 看资质能不能给上个1万 这只宝宝肯定啊 肯定值钱 这只宝宝的话没有全魔加点 否则这只宝宝的法资34成长成长的不公算 法资34的童子一致加筋爆 完美技能啊 这只宝宝的话感觉应该能卖上2万 因为它虽然没有出奇 但是资质确实到头了啊 这只是6技能的啊 2500 3000 这只归宿的啊 速度104呢 不算特别归啊 正常归宿啊 不是16时期的那种选的归宿 4000 这只业务清城的防刺行的就算了 加1000啊 加5000 这号的话89.7 大家没关系 by bwd6